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目光转向京城的玉泉山 翟老这天早上出去散步 遛鸟回来 张杰雄立刻上前 先接过鸟笼子挂好 然后送上一杯刚沏好的热茶 翟老拿起杯子 往客厅的老竹椅里一坐 舒服地喝了两口 突然问道 曾义什么时候到京城 中秋节 跟南疆省委书记方南国同志一起来拜访您 翟老往椅背上一靠 心想 这个方南国 怕是担心进京见不着自己 才把曾义一起拖了过来 不过曾义这兔崽子也太没良心了 要不是这样 他肯定都舍不得到京城来看我一次 张杰雄把今天的内餐拿过来 放在翟老旁边的桌子上 然后又把一副老花镜放在上面 翟老戴好老花镜透过窗户看了看外面 不远处是一栋同等样式的小楼 只是门前冷冷清清 翟老皱了皱眉头说道 那姓长的老混蛋还没死吧 张杰雄说 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对面住的长红营长老 也是军界一老 跟翟龙泰是战争年代的老搭档 翟龙泰做团长的时候 长红营就是他的团政委 后来翟龙泰做到师长 长红营是师政委 翟龙泰后来做了军长 长红营就是军政委 两个人友谊很深厚 可惜没有持续下去 在十年动乱期间 翟龙泰看不惯 长红营的某些妥协政策 认为他不配做个军人 两个人就此翻脸 还大动干戈 听说要不是身边有人拉住 翟龙泰差点掏枪 崩了长红营 后来翟龙泰一步步坐上去 而长红营 没有他那么风光 也是从不低的位置上 退下来的 军内都知道这两人的恩怨 按理说他们不可能做邻居 但这是翟老强烈要求的 他偏偏就要住在长红营的对面 每天都要毫不客气的 瞪上对方几眼 才肯罢休 昨天凌晨 长红营突然心脏病发作 被送到了军区总医院抢救 至今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而这时候就见翟龙泰大手一指书房 去 把曾义留给我的药 给姓长的送去 张杰雄急忙反对 这不行老所长 那药只有两颗呀 药是离开长宁山的时候 曾义送的 只有两颗 曾义当时叮嘱过张杰雄 说今后发疾病危急生命时 就立刻服下这药 可以保两天无碍 张杰雄当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只要能拖上两天 就算曾义远在天边也能赶得回来 如果曾义到了还是没有办法 那就是真没办法 所以说这个要是曾义留给翟老保命用的 绝对不能随便用 翟老却是大为不愿 我还没老到不实数的地步 要是让这姓长的老混蛋 就这么轻易死了 太便宜他了 去 我偏偏不让他死 张杰雄能明白翟老的感受 虽然翟老整天都对长宏盈 没什么好脸色 嘴上还经常骂他老混蛋 但其实心里已经原谅了长宏盈 一切都是那个时代的错 长宏盈置身其中 做出当时那种决定 也是想更好的保护住军队的元气 张杰雄站在那还是不肯动 老首长 是啊 那药就两颗 而配方里的一些药材 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 要不然曾义也不会吝啬到 只给两颗呀 张杰雄当时看得很清楚 曾义拿着一个药瓶 装模作样的到了半天 其实那个药瓶里早就空了 这是他最后的两颗药 再说了 长宏盈的身份也不必寻常啊 有军总医院的专家负责抢救 还有专职的医疗小组会诊 就算你把药送过去 想让他服下也是还要费一番周折 宅老提高了嗓门喝道 这是命令 张杰雄没办法了 是 然后他进书房拿上药 出门乘车往医院赶去 咱们再说曾义这边 飞机平稳降落在首都机场后 方南国和冯玉琴迈步走下旋梯 后面跟着的正是曾义和唐浩然 两个人手里提着行李箱 眼下正值中秋 飞往京城的航班都是满满当当的 不过身为南江省的一把手 方南国总是有办法 军区有一趟飞机要到京城 方南国就搭了这么一个顺风机 旋梯下面 南江省驻京办主任刘发生 已经等在那了 他知道方南国的习惯 也只领了两名工作人员过来帮忙 而不远处的停机坪上 趴着两辆黑色的金牌奔驰车 车窗上贴着红色通行证 要说这省级的驻京办 可不是那些小地方的驻京办能比的 能不能把车子顺利停在机场里面 也是驻京办在京城活动能力的有力证明 刘发生一脸灿烂 不等方南国两脚落地 就快步迎上去 方书记 冯厅长 辛苦了 路上辛苦了 身后的那两名工作人员 也是极有眼力 不等刘发生吩咐 赶紧从曾义和唐浩仁的手里 接过行李箱 抱起来 就往奔驰车的后备箱里放 方南国的情绪很不错 跟刘发生握了个手 说道 京城的风 还是这么大呀 刘发生赶紧说 是 今年的风有点大 方书记 您看是不是先回驻京办 可其实 方南国这句话 并不是对刘发生说的 而是像第一次跟自己进京的曾义说的 提起这京城的风 那可是大大有名 每年一入秋 从大漠吹来的风就开始刮起来 一直要刮到第二年的春天结束 前些年不重视环境保护 京城人民没少因此遭罪 每年至少要给沙尘暴光顾个七八次 冯玉琴提醒道 风大 老方 回去再说吧 方南国呵呵笑了两声 迈步就朝车子走去 而刘发生赶紧小跑在前 过去拉开车门 而这个时候就听轰隆声响 一辆挂着军牌的吉普车 呼啸而至 等到了距离二十米的地方才稳稳停住 就见张洁雄推门而下 大步往前走了几步 脚跟一碰说道 方书记 欢迎您到京城 我来接你 跟平时一样 张洁雄的脸上毫无表情 冰冷至极 方南国很热情的伸出手 哦 是张将军啊 有段时间没有见到你了 怪想你的 他也知道 张洁雄不是来接自己的 是来找曾义的 曾义是宅家的恩人 也是张洁雄的恩人 现在头一回到京城来 张洁雄于情于理 都要过来接待一下 张洁雄又解释了一句 路上堵车 来晚了 方南国呵呵一笑 不以为意 路再堵 也堵不住军车呀 张洁雄是故意来晚上一点点 身为部队上有身份的人 那自然不好 跟地方上的诸侯多有瓜葛 他这是避嫌 不过接曾义就无所谓了 曾义一个小小的副处级干部 扔在京城 那都不算是个官 驻京办的主任刘发生 心里可是暗暗吃惊啊 他是常年在北京 干的就是结交各路神仙的工作 自然认得这个军车车牌 所代表的意义 他在北京干了这么多年 结交的人不少 可还没听说 谁能结交到坐这种车的人呢 跟方南国打过招呼 张洁雄目光看向增益 脸上的肌肉难得的松弛了几分 曾老弟 可算是把你判来了 曾义哈哈一笑 上前跟张洁雄握手 我本想到了京城之后再联系你 免得搅扰到你 谁知道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张洁雄见到曾义非常高兴 也破例多寒暄了几句 然后扭头看下方书记问道 方书记 下面如何安排 您去哪里 我给您带路 方南国赶紧推辞 张将军军武繁忙 怎能劳烦你呢 驻京办的同志们都已经安排好了 方南国这回进京 正是要拜访各路神仙 争取做最后一搏 可以说眼下正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 这个时候最应该低调行事 哪敢让这种军牌的车给自己开到啊 张洁雄也就是客气一下 见方南国推辞也就不再坚持 转而说道 曾义跟我好久没有见面了 我想给他请个假 还请方书记批准 方南国把曾义叫上前来嘱咐道 曾义 张将军盛情难却 你去吧 好久不见了 是应该续一续有情 方南国心里很清楚 张洁雄没事找曾义干什么 这是宅老有情啊 曾义跟方南国夫妇告辞 冯玉琴嘱咐道 回头有什么事情啊 电话联系 说完 方南国夫妇就上了黑色奔驰车 唐浩然坐到副驾驶的位置 刘发生领着工作人员上了另外一辆车 在前面开道两辆车一前一后朝机场通道驶去 等那两辆车子消失了踪影 张洁雄在曾义肩膀上拍了一下说 走咱们也走吧 这里风大 曾义呵呵一笑提着行一箱 拉开车门上了吉普车 随即这车子就呼啸而去 而此时远处正好降落了一架从南疆来的客机 燕荣正跟着人群下旋梯呢 他眼光随意一瞥 正好看到了远处的这一幕 不由的站在那儿不动了 而他身后的正是燕智道 燕智道也看到了那辆绝尘而去的军车 不愧是京师重地啊 一下飞机就看到了这种排好的军车 而燕荣却说 我怎么好像看到了曾局长 燕智道又抬眼去看 那辆车早就没了踪影 心说应该不会吧 曾义不过是个副处级干部 在南疆有方大老板这尊大靠山罩着 但这里是京城 能让军牌专车来接 怕是曾义还不够资格呀 就算是方老板亲自来 也不见得会有军车来接的 就说道 你看错了吧 燕荣也不能确定 他刚才只是看了一个侧影 但实在是跟曾义太像了 燕智道又催促道 快走吧 主经办的同志们在外面等着了 常务副市长樊九江据说是得罪了什么人 被叫去谈了两次话 回来就主动病退了 燕智道就捡了个便宜 接了常务副市长的班 他这次是来京城 一是借着中秋节的机会 拜访一位在中央部委工作的老同学 二呢 就是来跑项目的 市级的驻京办就不比省级了 燕智道这个常务副市长和女儿秘书一道挤着机场巴士 到了出站口 领了行李走出行站楼 才看到前来迎接的驻京办的同志 再说曾义 他所乘坐的张杰雄的车子并没有进城 而是顺着机场高速往前走了不远 就上了绕城快速干道 然后一直向西直奔西郊的玉泉山而去 在京城只要提起玉泉山 几乎是富如皆知 那里可是修养的好地方 山上风景秀丽 在人车拥挤的京城 绝对是一处世外桃源 有不少老干部都选择在这里移养天年 张杰雄问道 这次到京城能待多久 他之所以着急把曾义接过来 是因为自打得知曾义要来的消息后 翟老已经催问了好几次了 曾义答道 过了中秋节就回南疆 具体要看方书记的安排 张杰雄却点头说道 凭你的本事留在京城不难 曾义笑了笑 这个问题当初在常宁山就讲过了 自己实在不适合在京城这种权贵云集的地方 他说道 京城人太多了 挤得慌 张杰雄也就不好再说这个事 京城这儿有不少好玩的名胜古迹 安顿下来 我派人带你去转转 曾义点了点头 参观名胜古迹 倒是比较符合他的意愿 说话间 车子就到了玉泉山山口 车子开始减速 稳稳停在港哨前 并且放下了左右车窗 张杰雄把手里的证件资料递给警卫 那警卫仔细把关于曾义的东西看了好几遍 勘验无误 又走到车前 仔细对比了曾义的相貌 这才举手敬礼 让港哨放行 史上上山的公路以后 沿途可以看到风格各自不同的宅院 张杰雄也就顺便给曾义做了一些介绍 宅龙泰的住宅是一座欧式风格的小楼 门前是修理的平整的草坪 没有院墙门楼 跟前面所遇到的几处中式房子完全不同 张杰雄下车说道 快进去吧 老首长这会儿应该正在房间里等着 两个人往楼前走去 见门口站着一名军官 手里捧着一个盒子 正笔直的站在那 张杰雄看到那名军官眉头微皱 这正是对门 常鸿营常老的警卫参谋 叫做廖新 前几天曾义的药送过去之后 常鸿营的命就保住了 常鸿营回来之后 亲自过来道谢 却让翟老给挡在了家门之外 用翟老的原话说 那就是我就是要让他无地自容 让他到死都还不上老子的情 而廖新此时看到张杰雄 单手托着盒子 双腿一碰抬手敬礼 张将军 张杰雄还了一个军礼 廖才某这是怎么回事 就听廖新说道 常老知道翟老爱枪 这支枪是当年常老和翟老 一起上朝鲜战场时 从美国军官那里缴获来的 非常有意义 上午常老亲自送过来 可翟老不在家 常老就嘱咐我在这里等 上午 常鸿营带着枪 过来找翟龙泰道谢 再次被挡在了门外 常鸿营毕竟身体还虚 不能久站 只好先回去了 留下廖新站在这里 张杰雄心说 当时从朝鲜战场上 同时缴获的另外一把枪 早让翟老送给曾毅了 他说道 翟老今天要接见重要的客人 怕是不会有空见你 廖才某请回吧 说完张杰雄大手一摆 做出要送客的架势 而廖新说道 见不到翟老 我没法向常老交代 张杰雄也不再多说 转身向曾毅一伸手 咱们进去吧 看着张杰雄 带着曾毅推门进去 廖新心里在琢磨 自己在这站了大半天 并没有看到任何人进去 难道翟老要接待的贵客 就是刚才那位年轻人 廖新在玉泉山很久了 可从没有见过曾毅 这是哪家的公子啊 过了一会儿 就听屋里传来 翟老那爽朗的笑声 廖新就知道 自己的判断没有错 想了想 他只能无奈地抱着盒子 返回不远处的厂宅 这个时候翟老正坐在 最喜欢的竹椅上 很开心地问道 半年了 连个电话都没有 我看你这个小子 多半是把我这个怪老头 给忘了 曾毅小的 我是个大夫 要是我打电话 多半都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我希望啊 永远都不跟翟老联系 翟老呵呵一笑 拿起刚泡好的茶又问道 哦 那今天怎么舍得过来看我了 这不是要过中秋节了吗 过来看望翟老 表表孝心 就见翟老大手一指 增议的药箱子问道 你拿这个东西来看我 这要叫表孝心 张杰雄在一旁 好表情 可心里却是吃惊不已 自己跟着翟老这么多年了 还是头一回见他主动开口 跟人要过节的礼物呢 增议上前 打开行衣箱 从里面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拿起来走到翟老面前 翟老 你可是冤枉我了 这可是我用奖金和工资换来的 特意孝敬您的 翟老拿起盒子 这盒子是用上好的紫檀木做的 表面简单的几刀刻画 显得古朴大气 现在这紫檀的价格都是寸檀寸金了 光是这个盒子就已经不便宜了 他笑道 嘿嘿 你这不会是买毒还猪吧 说着 翟老打开了这紫檀木的小盒子 里面是黄色的丝段 上面躺着半枚玉制的虎符 虎符乃是古代朝廷调兵的凭政 往往是一分为二 半枚在皇帝手中 半枚在将领手中 使用时两枚合一 勘验无误 才可以调动军队 而虎符一般都是用金 铜 木等材料来制作 像眼下这种用玉制做的 倒是不多见 曾义送的这枚玉制虎符 玉制品相上加 而且外面油量 看来是经常有人把玩盘养 虎符的截面上雕刻有几十个洋文 这大概就是古代人的密码学了 洋文是凸起的字 阴文是凹下的字 分别刻在一枚虎符的两个半面上 用的时候需要阴阳文完全咬合 才可以证明另外半枚虎符的真假 宅老看了看 曾义可是真有心啊 虎符赠将军 倒是贴切 他就笑道 要是别人送我呀 我可能就不收了 不过你送的 我是一定要收的 谁叫你半年都不肯打个电话呢 这次不收 我怕是以后都收不到啊 张杰雄走上前 帮宅老把小盒子一收 拿起来放到书房去了 这种东西对普通人来说 是很贵重的物件了 但对于宅老来说 收的只是曾义的一片心意罢了 可即便如此 张杰雄也是吃惊不已 想给宅老送东西的人多了去了 这还是头一回 见到宅老很高兴的收下礼物 宅老今天的兴致很好 陪着曾义聊了有半个多小时 平时宅老每到这个点 都要小睡一个小时 看看时间差不多 张杰雄上前提醒道 老首长 前两天您肠胃不舒服 现在曾义来了 刚好让他给您看看 宅老点了点头 把手伸过来 笑着说 也真是邪了啊 前几天哪 我觉得哪都不舒服 今天看到曾义 反倒是浑身通胎了 曾义上前给宅老把了个脉 又问了问最近的饮食起居情况 然后说道 没事 宅老身体健康得很 宅老笑了笑 随后站起来 哎 还是老了 说一会子话 就有些乏了 我去休息一会儿 让杰雄陪你说话 张杰雄赶紧吩咐人照看着宅老进里面的卧室 等宅老进去 曾义就把宅老的身体状况以及注意事项详细地向张杰雄做了交代 宅老的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 只是在几个小地方还是需要注意 其实这半年来 曾义虽然不在京城 但对于宅老的身体状况也是了如指掌的 只要宅老稍微有点不舒服 张杰雄就会打电话咨询曾义 宅老也只相信曾义的判断 张杰雄的记性很厉害 曾义只说了一遍 他就全部记住了 然后又针对几个问题跟曾义做了一些交流 交代完这些 曾义就起身告辞 马上要中秋节了 到宅老这里拜访探望的人是少不了的 除了宅家的子孙亲戚 还有军队以及地方上的人 曾义留在这儿肯定不合适 张杰雄把曾义送到玉泉山下 就说 我就送你到这里 一会让司机送你回去 曾义摆了摆手 我知道了 过两天我再来 张杰雄知道曾义说的是方南国过来拜访宅老的事 就说 我会心理安排好的 有什么情况 电话联系你 两个人就此分手 曾义先给唐浩然打了个电话 得知方南国并没有去驻京办 而是回了京城的家里 他就向司机说出了一个地址 长篇小说首席一观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